你放开我 放开 雪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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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良 跑慢点 子良 你看什么呢 娘 我刚才看见雪儿阿姨了 子良 撒谎可是快孩子 你雪儿阿姨没来啊 可是我刚才看到她的帽子了 好了 别想谈了 娘带你去买发糕吃 走 走喽 吃发糕去喽 拿 你去买发糕吃 子良看到我的帽子 就能猜到是我 她这能力 难道是随了天降 娘 快点 快点 子良 开不开心 开心啊 走 走 走喽 鲜花 开心吧 走走 小姐 你要酸银瓜吗 你肚子饿不饿 一会儿吃了发糕就不饿了 我想吃发糕 可惜了 可惜了 相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您看我这面相 有什么灾难不成 夫人 这天机不可泄漏 夫人还是先走吧 有什么话您说 好 来来来 给 我这掐鼻 我这掐纸一算 就知道你今天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有什么呀 有发糕 蒜头 迷迭香 还有女人的胭脂水粉 还有一小包花椒 您真是神了呀 对对对 我就是买了这些东西 那您说说这灾难指的是什么呀 夫人 一看您这面相就知道 您命中驻地无子 但是您又特别喜欢小孩 后来就跟您家先生 领养了一个男孩 先生 您说的这就差了 这就是我的青骨肉啊 哪来的领养之说啊 哎 夫人 你夸我呀 娘 这个人就是雪儿阿姨 你看 她的耳朵和雪儿阿姨的耳朵 是一模一样的 哎 哎 你看 哎 哎 这儿啊 这儿啊 走 回家 什么 你发现了上官雪儿 没错 但奇怪的是 她没有直接来跟我说话 却是假装成算命先生 说什么有难 还说子良不是咱们亲生的 那你有没有承认呢 我当然没有啊 你不是说 抱养子良是为了继承爹的产业吗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不会说的 难道上官雪儿 离开吴府之前 发现了什么端倪 这次就想抓住我的小辫子 带罪李公 趁机回到吴府吗 哎呀 你这么说还真有可能 你看这个上官雪儿 婚礼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 她还敢留在伤害 十又八九是想翻身 攀上武家这肯高知 他怎么想的我不管 我就怕这事被人发现 别非把砸轰出去不可 这要是在过去 这可是弃君犯上之罪啊 你放心 我就不相信上官雪儿 每次都那么命大 快坐吧雪儿 雪儿 你哥他还在上海 还有些公务没有办完 不过我已经突然去催了 他应该今天就回来了 嗯 那就好 对了 雪儿 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是不是那个青霞又欺负你了 不不 这个青霞 在你婚礼上大闹 害得你和天翔都没法完婚 当时我就看得不顺眼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人家天翔都说了不喜欢他 他还死缠烂打 纠缠不放的 人家村姑农妇都知道三分廉耻 他还是大家闺秀呢 呸 嫂子 这件事情跟青霞无关 我回来只是想回家看看 回家也好 回家也好 那个 那天翔呢 他怎么说 他可是发誓要娶你为妻了 现在这个青霞这么一闹 他不会就不提这事了吧 嫂子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不过 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自有分寸 我累了 我先去躺一会儿 你这孩子 我操心操醉了都为了谁啊 真是 就知道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哥哥不爱菜 妹妹也不爱菜 我嫁进你们家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来 过了这么久 这里完全都没有变 还是有一股六安瓜片的香味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只有在您这里 才感觉到踏实 也许是当年我昏迷不醒 您一直照顾我 这里才会给我一种安全感 雪儿 来 喝杯茶吧 果然是六安瓜片 雪儿 你遇到什么事了吧 人这一辈子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只要活着 就有希望 我呢不问你现在 遇到什么坎儿了 我只要你记住一句话 雪儿 你心里想要做什么就去做 人活着 首先要对得起自己 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只是 我来这儿找您 还有一件我心里想做的事 这件事 我想找一个人商量 除了您我想不到第二个人了 有什么事 但说无妨 鲜花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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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花 鲜花 sk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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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发现在上海 有一个孩子 跟我死去的孩子很像 我的心里一直告诉我 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可是 雪儿 你首先要确定 你的孩子是不是真的夭折了 如果是真的夭折了 那你说的那个孩子 那就不是你的孩子 六年前 咱们这里爆发了瘧疾 我回家的时候 嫂子就对我说 我的孩子是因为瘧疾死了 您不知道 我连孩子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我真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 不可能啊 当初瘧疾控制得很好 咱们那县长 还被派去临县分享经验呢 咱们这里并没有人员 因为瘧疾而死亡的 啊 真的 您确定 这件事情 我非常确定 怎么可能 难道 我哥哥嫂子 在骗我 你不问我 哎 然后 我 很好 你想要 再 Kayla 如果真的像嫂子说的 孩子已经死了 那坟墓里一定会有尸体 我一定要知道我的孩子 到底死没死 孩子们 为了知道你们是不是还活着 我只有这样做了 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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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没有死 我的孩子没有死 难道子良真的是我的孩子 可是我已经离开吴府了 我要怎么样去见子良 子良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呢 我到底该怎么办 哥 雪儿 你怎么浑身都是土啊 怎么了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你为什么要骗我 快告诉我孩子在哪儿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雪儿 你怎么了 哥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的孩子在哪里 你快告诉我孩子在哪儿 你把我孩子带到哪里了 我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问题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你孩子六年前都瘧气死了 不可能 你不要再骗我了 我们镇子里 根本就没有人因为瘧气而死的 孩子在哪里 我刚刚看了 孩子的墓是空的 是空的 孩子到底在哪儿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跟嫂子一起骗我 你明知道孩子还不是命根子 孩子呢 对不起 雪儿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就实话实说 我不是要骗你 是为了保住你的名节 才把孩子送人的 你回来后我怕你生气 我才 说孩子死了 那我的孩子在哪儿 现在我的孩子在哪里啊 我也一直在找你的孩子 我也一直在找 可是他们的线索没有出现 雪儿 哥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哥送我 我孩子在哪里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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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开门 雪儿 是天翔来了 雪儿 怎么办 你先别哭啊 孩子的事不能让天翔知道 高法师一定把你把孩子找回来 好吗 你放心 雪儿你先别哭 天翔来了 快帮忙了 天翔来了 我先去开门啊 等一下 怎么了 雪儿 还有件事哥必须要告诉你 哥之前还做了一件糊涂事 李青霞写了一婚书的人 不是天翔 是我 我是想帮你 没想到反而害了你 天翔是无辜的 他来找你是想跟你和好 你千万要跟他好好说 你还是我哥吗你 哥开门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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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 我知道你回来了 你把门打开 雪儿 我要去找孩子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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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翔 天翔 李青霞写离婚书的人是我 我都跟雪儿解释清楚了 你快去找他 好好跟他解释 门户 不妥有急 泡爹 何厉害 不关你的事 雪儿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走开 不关你的事 我要自己静一静 我不会走 从今以后我都不会放开你 你放开我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有什么事情要做 你放开我 我不想再待他这里了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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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到底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伤心 你快告诉我 你放手 放手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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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雪儿 我